小时候我很怕客家师 只要客家师一进我的脚 我一定跑上二楼藏起来 就因为他的嘴巴的声音 会让我感到害怕 酒店 准准 OK Let's go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叫Ivan 我的话语名字叫蔡勋夫 我是吉祥如意的教练 我叫Ivan 刚开始是接触男师的 有一年就发现到客家师 怎样子找都找不到了 男师在80、90代那时候 他们经过一个改革 他会变得更现代化 更可爱、更好看 变成大家都能够接受 可以看到他很喜庆的一个感觉 如果是客家师 他一出来 他是那种凶神扼杀的脸 所以导致很多小孩子 第一个就是怕 就像我小时候这样 再加上他的嘴巴 他一下嘎嘎嘎嘎嘎 会震到人家的心 所以在80、90代 可能他没落的原因 是因为这样 我是在斯洛门这里长大的 其实每一年 在新亚万学校那边 都会有一个游身 然后每一年的开头 一定是有客家师的 就是在2013年那一年 我们就没有看到客家师 所以我们觉得 很像整个游身 缺少了什么东西这样子 过后我们就一直去寻找 客家师这个东西 在那一年真的是找得很辛苦 连其他地方 包括西连 斯洛门 都找不到客家师的终于 就是在隔一年 2014年 我们就参加了那个游身 用我们的第一支 八年前的那个石头 就是从那一年开始 我就自己在网上找 制作客家师的方法 因为很多人很多师傅都没有把它描述到很明确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所以我们只能够靠我们的方式 跟类似的物品 像笨鸡 它的形状很像客家师的形状 然后我们就拿笨鸡来慢慢贴那些纸 贴那些纱布 贴贴贴贴贴贴贴 四面上的 它的石头大多数是以南施为主 如果你讲你要找客家师 是很难找到的 我们之前也是想要用买的方式去买 可是那些师傅他们讲 我们只是做给自家师团用罢了 我们没有外传 这支是我们的收藏品之一 这是来自伦路黄师傅的作品 它的石头特点就是他的嘴巴舞动不是需要用手去舞动 它是需要用功夫或者是春经来带动他的嘴巴 其中一个师傅就是我们的方师傅 我们是怎样跟他认识的 就是他有做了几只石头 就是比较小只的 然后我们就在看到他的女儿在Facebook post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这个石头蛮漂亮 可以跟他买一只来当收藏品 可以跟他买一只来当收藏品 年轻的时候我一直是困住他 年轻的时候在这边没有什么地方消遣 都是学武师武术 我其实我最早期就是接触到青石 在50年代的时候就接到很多的青石 那时候男生是很少 只有管会少于一条而已 我六七岁的时候 看人家打青石的时候 自己就很喜欢 我父亲就用那个纸盒 那些青石的脸 绑上两只棍 我就是那边舞了 看到人家打青石的 我们也自己在家里舞 爷爷 不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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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肮脏 我要看你 不要把他肮脏 我先进去 我再带给爸爸吃 以前我们打青石 他们都没有用买的 都是自己做的 应该是60多年代那时候 跟着我不行做50的时候 我就在旁看 看来后来我自己就下手 我自己做 早期我画的还是不太理想 后来慢慢地我就再改造 他们看得很好 我就去保留这种画法 我们早期制作是用纸张做的 30年前就是每一次出师的时候 50都很快坏 他们讲有一种 Fiber的很好 后来我就叫一位马来人 就问他 你能够帮我做一个吗 我们在旁边看 他要水怎样穿 东西怎样做 就写到这些工夫 现在都用Fiber了 很少用纸张了 你说实说实在是好 輪度施告我們的舞法的差異 如果你不會舞功的人 你去舞的話 可能那隻石頭只是左右左右看而已 它的嘴巴就是一個最大的特點 它嘴巴不是用手去控制 它是需要用春筋來帶動它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這一隻 就是石腳賴師傅的作品 這是最早期的作品 所以它的石頭會比較 沒有那麼多花紋 也比較單調 可是我們會購買它的原因 是因為它很可愛 今年開始它的最新的作品 它就沒有那麼單調 然後也是加上更多的花紋 這樣的用處是 最主要是把石頭改割了過後 改裝了 讓更多的年輕人會喜歡 藍師傅 他也是很難擔心客家師 會沒落的一個師傅 他剛開始其實比較保守 我們跟他分享了很多 我們的做法過後 他就覺得很好 我們要去做一點改變 這個是好多的年輕人的作品 我們會看到 會離開 是 我們會吃過 這兒 會有為 會有 我們會不會 本来的信赖叫汉云 我主线来自中国 会来生 客家人 我从小是在 沙烈古京 石角 这个地方叫做卫元港 很小就有写这些武书的学料 然后那些做手艺 那些都是我爸爸教的 然后慢慢就自己制作 把比较旧款那些 比较凶猛那些 我就给它改造 改造比较可爱的那种 小孩子比较说不会怕那种 但是我们的五行没有改装 嘴巴是四方的 我们客家师是四方 客家师有分很多种 最大是青丝房 它额头上面就是 一个八卦 一个黄字 还有一个天镜而已 整只那个是没有华文的 没有那些读案的 还有一种叫做客家猫师 也是花师 它就有八卦 黄字 天镜 还有花椒三这些 它一共是六个图画 然后加上八卦跟黄字 就八宝 因为它的等级比较小 他们要这些八宝来保护它 最传统就是青色跟金色 青色也是一种七学必杀 这一种五色 所以它里面都包含了很多 你看它的青色里面 脸上都有画有那个 葫芦宝燊 还有那个千坤代 千坤神 还有我们这边就是三三五一 那边都有 中间一个八卦 这个就是千坤代 千坤神 如果是想它抓药的时候 把那个药就放在那个千坤代里面 用这个千坤好处 就没有那个洞口好处了 好处 好处 以前我们不敢打轻车 如果你敢打轻车 他们就要试你 要给人采轻 如果你功夫不佳的话 石头都会给他们拿走 你打花丝 猫丝 人家就不玩你 这个白玫 我们就是在中国里面 讲青丝白木梅 它的辈分会比较高 是以老前辈的 这个是我们客家人叫 青丝白梅 你要你就来了 就是讲 它的功夫功底已经很深厚 谁要试我都可以的 如果是白梅液到白梅 总之要试了 然后它额头上还有扇子 还有一盒针都插在毛巾里面 如果有遇到肝脏东西 不想的东西 然后我们开出来 那针会不见的那种 那个镜子我们叫灵光镜 也叫照妖镜 像我们有遇到过的就是 我们在没有敲到任何地方的情况下 那个镜子会裂掉 我们下期见 來,來 被邀請到顧客家表演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套陣型 鼓、鑼、拔 帶頭帶著客家師進去 到了大門的時候 鼓會停在旁邊 拿給客家師先行李 醒了李,客家師就開門 開門就是他的正法 鼓就會繞他門一圈 繞石頭一圈 鼓就會先進去屋子裡 然後石頭再開 搖搖一下,又搖搖一下 再衝進去屋子裡 就是開門的意思 當時的小鴨 獨立的女人 已經頂著一隻 應該要有三個 想要就出了 其實當時的小鴨 他有一個小鴨 他有一個小鴨 然後被他 因為他不被人家 還不被人家 他沒有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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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的时候也是一样 也是要关门了才跳冲出来 整个流程都是要往顺时针再转 这支也是我们的首相片之一 这支是来自古今 肉腻师傅的作品 这支的作品特点 是用男师的制作方法 制作这头丝 我小时候都是有在武师 就是说怎么样我会突然间更去了解这个客家师和福建师 是因为在三年前全国都是封城 我就用这个最传统最原始的方式 就是我们用这个金子 就是福建化这种金子 这种人家拜拜的金子来达成 然后在达成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么每一头的福建师跟米兰师 都应该必须要有一个八卦 一个一个得奖奖 就是从那个开始去了解这个八卦 它不是地学 它是天象学 就是我们的代表天时地利人和 所以说我们今天所想的 所说的就是什么 看风水 看地理 奇门遁甲 大六刃 小路刃 梅花艺术 道教 都是从在这边开始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中华文化的总源头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有太极 然后这个是八卦 然后代表天地则火雷风水山 你看一个是福炉 一个是笔 我们就可以说一文一武 文武双全 这个我们可以说是很多的师父 说法有不一样 道教的八仙的法宝 我们都可以这样子说 一般上有日 有夜 代表明 一般上我们的家事 它一般开口是什么 就是大萨四方 它就把这个地方来自攻击人 攻击对方 然后这个版本 我做的形状 就是把这个1500年的味道做出来 什么是1500年 就是把这个东黄飞天 它的绘画的颜色把它搭配出来 变成你看 它有一点飞的感觉 其实武师还没有舞动之前 我们都会打一套开装拳 它的意思是 类似像我们运动之前 要有一个热身 把连贯性的表演进去 为什麽我们的客家师 市场里面会有沙河上跟苏武空 我们其实叫小面跟大面 大面就是在维护整个厂的持续 小面的工作就是一直在那边滚来滚去 翻来翻去 再看有没有这些危险的东西 来伤害到客家师 小鸡那个树子 它是野蛮的那个动物很难炫 只有这个沙河上的 它是铜皮铁骨 只有它才能够顺这一头书 而且它又搞笑 好像一个雅具一样 做沙河上要一个天才 它又有搞笑的天才 其次都我们也是以南之泉的根底 来练第二把的石头 如果是讲你没有武术的根底 武术打得得不太好看 因为它都马不战后 不太漂亮 不得不太炸熟 这个武术在中国来像我爸爸那一代 如果是讲你要武清师的话 没有武士的根底是打不出来的 现在小孩子时间都花在那个手机上去 还练什么武术 现在的人很多是这样的 其实我一路来就教师 教到现在 真正要有一个继承的 能够学得完整的就没有一个 年轻人到了20岁出来 你看我从小学一直教到他们 到九号玩 九号玩的时候他们要出去打工了 就回到钻石了 没有办法又武士就放掉 很多就死亡掉 轮渡它是比较偏远的一个小镇 小镇的年轻人都会想方设法地去外地工作 他们很少会呆在那里 所以他找不到继承人的 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也是这个 现在找了年轻人 也是比较困难一些 也有很多 有了家庭 有了自己的事业 他们就退出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要求 但是文化我们不能放弃 我的看法就是如果可以 我们应该是要工会跟教育部的帮助 把武师客家师或者是武龙都好 带进学校 把它变成一个课外活动 变成一个文化 不要把它变成只有华人 自己一个运动罢了 全部人都要学 都要会这样子我觉得才是一个传承的最大的帮助 我肯定在 squared 然后我肯定在秘密地里 我肯定在秘密地里 都要在秘密地里 大家可以在家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